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传闻相继而出 但是各种各样的传闻已经颠覆了人类的观念 但是外星人和飞碟UFO真的存在吗 今天就来说一下专家的意见 外星人都在地球上做出来那些动作 第一 道西基地 这地点所处于美国新墨西哥州北部 在旁边附近有一个小镇 说到这儿感觉很神秘 其实之前这个村庄就是一个不起眼的地方 但是就在1995年的时候 一位名叫菲尔·施奈德的工程师做出来含有威望的演讲 内容是这样报道的 说是有一个美国的军事基地得到曝光 然而这个军事基地的背后是有一个外星人一手控制的 这个演讲公布之后得到了社会上的很大的舆论 之所以这样说 是因为这位工程师之前的工作室爆破相关的 并且还受到了美国的雇佣 工作地点设在新墨西哥州道西镇 这个地方是一个寸草不生的沙漠地区 还建立了一座大型的地下军事基地 可是不曾想到 就在这个军事基地的最底层 有着一群外星生物灰人居住 于是招惹到了他们 事发之后 这位工程师醒来发现已经在医院 但是手指却特别严重烧伤 胸部还存在着外星人留下的伤痕 对此事军方没有透露很多 只公布了当时作战人员是66人 只有三个人类幸存 其中就是他 还有两个是加拿大的工作人员 但是这样的演讲被人们知道后 想必外星人不会放过他 好景不长 这位工程师弃绝身亡在自己的公寓里 此事一出针对外星人的事情变得更加严峻 第二点 月球被灭就是外星人的基地 科研人员发现 月球的自然天体比卫星大得多 并且内部属于空星 月球是伴随着地球旋转的 所以人类将永远看不到月球的背面 对此类事件 美国派出阿波罗11号进行登月探索 之后宇航员与地面开通直播 只说出了这样的话 难以置信 紧接着信号产生终端 之后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第三点 中国德利哈外星人遗址基地 这地点位于青海省德利哈县白宫山 并且有着三个岩洞 岩洞中 还有圆柱形钢管存在 经过专家研究指出 这些钢管主要以铁为主 以人类没有发现的元素为辅 这就引起了科学家们的好奇心 这些从何处来 在地球上怎么没有 并判断出 钢管在15万年前就已经存在 那个时候人类还没有得到进化 更不会产生出什么钢管 地球在银河系宇宙中只是一粒沙子 人类对于宇宙充满了好奇 对外星人和飞碟UFO探索 就为停下 关于这类型的电影也是层出不穷 不过这个世界上究竟是否存在外星人吗 但就在1968年通过考察 原来早在15万年前 外星人就登陆地球了 登陆的地方就在柴达木盆地 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州府德令哈市西南40多里的白宫山 白宫山山岗200余米 山脚下有三个不规则的三角形岩洞 中间的岩洞最大 洞深约6米 这个洞与通常所见的天然岩洞不同 很明显的有人工开凿的痕迹 洞内一根直径40厘米的大铁管 从顶上通到洞内足百米于长 虽然经过多年的秀石 铁管仍然清晰可见 在洞丑处 还有十余根铁管穿入山体 这些铁管与岩石完全融合 不像是先凿好洞再放入 而是直接将铁管子插入坚硬的岩石中 而这些铁管的寿命 竟然已经有15万年了 那个时候别说是人类 就连人类的祖先元侯还没出现呢 有关人士将铁管取样后 在实验室进行化验 结果表明氧化铁成分占60%以上 是铁无遗 白宫山夹在两湖之间 周边水源丰沛 植被发育很好 唯独 托速湖周围诡异的是 没有一点生命迹象 这片地方寸草不生荒凉至极 难道这一带真的是经历过高温的焚烧 或者高能量的冲击 导致植被无法生长 相信拥有这样破坏力的东西 除了人类的核武器之外 就只能是外星人的飞船了 专家推测地球或许在十四五万年前 就已经出现过了会使用铁管的神秘生物 或者外星人早在十四五万年前 就已经登陆了地球 为了让自己的UFO有着陆点 外星人将山地顶上削平 同时他们带来了铁道管道元素等 管道上其中有超过8%的元素 是地球的仪器无法查出的 而外星人登陆地球时产生的外力刺激 使得脱速湖生命迹象 青海政府和德令哈市政府 已在此设立德令哈外星人遗址 一共专家和UFO爱好者参观研究 另外中国竟然出现了外星人的基地 神秘莫测 与长江三峡毗邻的重庆凤杰县 有一个神秘莫测 堪称世界之最的特大型天坑 它位于该县境内小寨村 故被人们称为小寨天坑 所谓天坑从地质学角度解释 即漏斗形下陷地貌 又一说是数亿年前陨石撞击而成 天坑边沿由峭壁悬崖围城 呈陶形 短径520米 长径622米 坑内四面山峰向下延伸 铁壁般合围成漏斗状 直至坑底 站在天坑边向下俯视 目光一落千丈 令人魂纷破散 站在坑底向上方仰望 仿佛就站在18层明明浮洞之中 速杀阴森令人毛骨悚然 广阔的天空只留下一个小小的圆点 坑底一条阴河从西南方向流向东北方 露出一段约为110米 宽为4米 河水黑绿 但清澈见底 1997年4月 一直由英国考古学家 威廉获德博士天文学家 敦切丽萨博士地质学家 威尔金斯博士联手组成的科学考察队 抵达凤杰小寨天坑 通过对天坑城鹰等进行详细勘察 以揭开起神秘的面纱 4月中旬的一天 天气清好 考察队沿西侧一条阳长险境 下到天坑底部 密密麻麻的海螺 贝壳化石凝结成的岩层 呈现在他们的面前 待安装好超导红外探测摄像器 就在天坑底部 自下向上数百米的峭壁 逐作一圈 扫描时 考察队发现峭壁内约6米深处 竟然隐藏着 7只直径为4米的大圆球 这些大圆球呈曲线排列 球面上还刻着些 无法破译的文字和符号 经裂变竞技法测定 圆球距今有7500万年到8000万年 主要成分是金属钛 而包裹圆球的岩石密度 为32克立方米到3.4克每立方领米 和圆球表面岩石的密度差不多 这是大家惊讶不已 肉类恐龙 令人困惑的是 这个头骨曾经被剧成相等的两半 之后又缝合 其阶割痕迹十分整齐 手术水平与我们现代医学不相上下 很难想象这是地球原始人所为 那么是谁对它实施了外科解剖手术呢 在之后的几天里 考察队于天坑底部一道 侧出有道狭长 沿缝向北延伸 延伸之处何处无人知道 这也是以前未曾发现过的 他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劈开乱数从小心翼翼的步入其间 黑暗中许多蝙蝠被激动 在周围乱飞 有的干脆直接扑向人体 发出吱吱怪叫 行至300米处 可以看见七只三角形箱子和圆球一样 它排列成曲线 考察队员们试图接近它 但感到四肢麻木 好像有电流穿过 由于沿缝里 阴暗潮湿 空气稀薄 众人不敢久留 一个个退了出来 但他们分析 这七只三角形箱子 当属通讯器材之类的东西 只可惜得不到实物 只拍摄下了箱子的图片 当图片被送回英国天体 信息研究院 鉴定报告上清楚的写着 经分析 火星每次大约 冲军利临天坑上空 这七只箱子 有向宇宙发射信号的功能 圆球是接收器 接收地上发来的信号 并输送给工作室 据此 有人推测 天坑很可能是 万星人的一个工作基地 之后不知何故被废弃了 至于该种观点的人 对地线说 不幸一顾 对饮食撞击说 则不斥 倘若小斋天坑是 隐形撞击而成 为什么在他周边没有发现丝毫隐石的痕迹 更没有散落着的 角瘦岩块 况且天坑岩石不具超激性 有人章认为 小斋天坑若非外星人所为 那么那些大圆球 三角形箱子被切割的恐龙桃骨中 又有 奥秘 做何解释呢 不过 一些严谨的科学家 目前仍然认为 小斋天坑寺外星人工作基地 眼下所有证据 尚不能完全说明问题 更何况 证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也值得认真研究 除非拿出更加充分的理由和证据来 小伙伴们 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看完之后 有什么想法吗 欢迎留言哦 小伙伴们